交通部长林佳龙14号一早就来到桃园国际机场视察 因为武汉肺炎爆发以来 疫情逐步蔓延各国 而台湾为了防堵疫情 祭出多项边境防疫措施 加上外国旅客担心疫情而不敢外出游玩 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者 本意是满满人潮的机场大厅 现在只有零行游客 这边来讲是第一个码是美加 澳洲 关岛还有大陆 就通不统计机场十三号的旅客量 更是下滑到六万四千七百六十二人次 已经不到去年日平均十三万人次的一半 而疫情连带影响的还不止这样 左上桃园国际机场观景台美时区 更是出现员工比客人还多的景象 生意惨淡 更传出有业者准备撤柜的消息 本来以为机场生意会很好 但有一些日系的品牌 所以为什么会说 他看了两个月他就在评估说 会有撤柜材这样 你很感谢 你还关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状况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争取更多的减免 比如说租金权利金的全额减免这样的帮助 那当然对我们不消补 林佳龙表示交通部所提的纾困 振兴方案98亿多元预算 将有42亿投入在航空跟相关产业 另外也取消了补助减免的门槛 那这个是我们对于他们像航空公司的 这个飞机的降落费 还有一些土地场战的租金 还有权利金我们都会进行减免 那我们而且这一次我们采取的方式是 没有限制门槛 那降多少我们就补多少 国际上武汉肺炎疫情不断 会影响多久仍是未知 这也考验政府如何兼顾防疫跟产业发展 不过林佳龙强调 目前在过渡时期也会做好复苏准备 并协助业者转型升级 迎接疫情过后的热闹人潮 原市新闻人的史迪弗乱桃园大园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均匀